国家水费委员会宣布 从今年2月1号开始 在大马半岛和纳米联邦直辖区 每月用水量高达20立方米的家庭用户 将面临每月水费调涨 1令吉60仙到8令吉的幅度 至于每月用水量高达20立方米的非家庭用户 则会面对每月水费调涨40仙到20仙 国家水费委员会的数据显示 大约47%的家庭用户用水量达到20立方米 该委员会指出 调涨水费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水工服务水平 包括考量到净水供应成本 也就是用于基础设施开发的 营运支出以及资本支出逐步增加 该委员会首席执行员阿莫法伊莎月前指出 水管破裂而引发的泄露情况 是每天都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在这个层面上 水费调涨也是为了弥补运营成本和改善服务 另外该委员会网站通过水费调涨常见问题解答告知 截至2022年 马来西亚是东盟国家中水费第四滴的国家 有几个州属的水费已经超过25年没有调整 也就是彭亨和玻璃市